亞洲人的碳卡倍量非常高 而台灣則是全亞洲人平均碳卡倍量最高的 其中有部分原因都是因為購買物品造成的 購買物品廠商從製造到銷毀都會產生大量碳土器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跳島市場的活動減少他們購買物品的機率 看這次的活動呢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購買物品與全球濃化的相關聯繫 我們把要做的事情寫在白板上 以免遺漏細節 如何使用繪圖板來製作海報 我覺得之前每一個地方都會像剛剛影片的時候看到的那樣 而我們有一些方法可以防止那種運用的東西 第一就是少買東西 大家知道為什麼少買東西嗎 原因是因為說 當你買東西工廠就會製造 工廠製造那些東西所缺的材料就會傷害到地球 我們到各班去宣導大家的反應也都很踴躍 經過了一班一班又一班 我們把所有五年級的班級都宣導完成了 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到各班收回大家捐贈的物品 並當場進行核對 這是從各班收集來大家捐贈的物品 有非常非常的多 原汁筆組是這個 那就算那一支吧 我們也製作交換券 讓活動進行的更順利 並進行第二次核對 比第一次的更仔細 也為所有物品編上號碼 我們還有製作支援單 讓同學們把喜歡物品的號碼寫在上面 我們邀請各班同學來參加跳蚤市場的活動 大家很開心的來參加 並且把自己看到喜歡的物品號碼寫在支援單上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來整理 讓同學們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物品 也不會和其他人起衝突 我們發下棍券給同學填寫 知道了同學們對這個活動的想法 也只是看到了這個活動的成效 有81%的同學因為這個活動才知道 原來買東西也會造成全球暖化 有85%的人願意從自己做起解約能源 少買東西 有73%的人會告訴身邊的人 少買東西並行動 我們也運用校刊 讓這個活動推廣給更多人知道 同時也讓他們了解到 可以從自己的身邊隨手做環保 我們覺得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透過這次的活動 我們不但充實了自己的地球知識 也幫助了別人 希望往後呢我們可以辦一個更大的 好燈氣球給我們幫助的事